好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种算法 K近零 我们也知道了这个K近零的一个优缺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种算法 叫什么呢 普速BS 我们先把这个算法介绍两个 然后再介绍一些什么分类的评估 还有什么调优 调参数 那么普速BS算法呢 我们要讲到一个就是说概率基础 这里要讲一个基本的概率 然后再讲这个普速BS 这个是你现在把这些理解了 然后呢再去理解这个普速BS怎么去做了 那普速BS呢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垃圾邮件的分类 对吧 这个邮件来了 对吧 我分为什么类型 那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里给了几个类别 金融 成人 欺诈 产品 互联网 还有休闲 那么这是每一个的类别 那每一个类别呢 它有个比例 比如说这里面是产品 对吧 也就是说你这个是产品的这种垃圾邮件 是最多的 对吧 38% 然后呢 互联网呢 10% 啊 占10% 还有其他的一些16% 金融的 那也就是说你再去到对这些文本 或者说对这些垃圾邮件 是不是就是一个文本吗 去进行分类 我可以根据每个类别 它占多少 去进行一个分类 那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文本进行一个分类 是不是也是一个分类的操作吧 也是个分类操作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分类的思想是什么呢 看到这里 我们有几篇文章 几篇文章 那每一篇文章呢 比如说我对文章一划分类别 看它怎么划分呢 在这里 从这里是0%到100% 上面有三个类别 科技金融娱乐 那我把这篇文章划分到某个类别 如果我没有KG0算法 是不是就直接预测某个类别 就结束了吧 是不是 你最近的哪个类别 是不是直接结束吧 那KG0怎么做呢 它并不是这么简单 它要说什么呢 三个类别 好 那我都划分三个类别 但是我要把这个文章 划分到三个类别的一个概率是多少 那这个概率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占的比例吧 比如说我划分把文章一划分成这个概率 占多少 45%啊 或者50% 然后呢 划分成金融的概率是多少 15% 然后这里也是15% 那最终你觉得哪一个概率大 是科技 就是文章一属于科技的概 类别 这个类别概率大 我就把它归为什么科技这个类别吧 这就是普苏比斯他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他划分类别 并不是简简单的说 我预测你就是这个 而是什么 我预测你属于这10个类别里面 每一个类别的概率是多少 我求出这个最大的 我只要找出这个最大的概率 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理解这个概率的意思吧 就是表示我属于你的可能性 比方说我们再举个例子 文章二划分这里面 是不是金融的概率分多 他的40%多 对吧 那我就把这篇文章归为金融类别 其他类别我就不考虑了 好 那这个是我们理解的 普苏比斯他就这样去干了 把每个类每个文档 他要划分一个类别的时候 是划分属于每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多少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概率对吧 那我们要讲到一个基础的概率 概率基础 那么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概率的定义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都能理解对吧 就是第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比如说你扔一枚硬币 对吧 你这个结果投向朝上的这样的结果是多少 概率多少 是不是就是二分之一吧 对吧 你扔一次朝上的一个概率是不是二分之一啊 对吧 所以这个概率就是描述了我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样这么大 对吧 那么某天是晴天 那这个数据呢 你是要根据什么历史数据来去做了 你都不能说我这个对吧 我来试一下对吧 我来预测一下 随机猜一下 明年晴天概率50% 好 明年就晴天 不是这样去猜了吧 你是不是要根据历史数据 历史的某一天 或者说历史的这个星期 或者说这历史的这个月 都是天气是怎么样 是不是跟历史数据来去求的这个概率多少 比如说你以前一百天对吧 这个当然这个某天是不太合合理的吧 比如说以前的一百天里面 这一天呢 一百天 有三十天都是晴天 那你这个概率是多少 是不是就三十出一百 我明天预测晴天的概率是多少 是30%的一个概率啊 对吧 这就是概率 非常简单 就是你可能性 你发生多少可能性 就是这么多 好 那么我们先按这种简单的理解来做一个题目 对吧 我们这里呢 给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叫什么 好 那这个数据呢 我等一下再介绍 对吧 真的 针对于这个东西 我们介绍一下啊 好 我们先不看这个问题 先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还是跟我们前面类似 我们前面的这个什么 这个相机数据一样的 对吧 样本 我这样本也给的比较少啊 七个样本 然后你的职业是什么 职业有程序员 产品 美工 对吧 有这种几种 然后你的体型 这就是你的这个特征值啊 注意了 这就是你特征值 你的体型圆称超重 等等等等 这些特点 对吧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给的 都是自不串 对吧 你如果要处理的话 是不是要把它装成一个 类别的 弯好的编码啊 对吧 女神最后的目标值是什么 就是这些女神 喜不喜欢你 对吧 哎 我们是根据这两个东西 来去判断的啊 当然还可以加其他的特征 不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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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 不喜欢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数据 那就针对于这个数据 我们来针对这几个问题 来回答一下 第一个 女神喜欢 就是这里面的人 对吧 所有的人 我女神喜欢一个人的概率 是什么 我现在拿一个人 不看一些条件 对吧 他的概率 对吧 一共有几个不喜欢 喜欢的呀 四个吧 一共有多少 七个人吧 是不是就是七分之四的这样的概率 这个非常简单吧 七分之四的概率 就是说喜欢 对吧 我来一个人 不管条件 对吧 第二个 就稍微有点问题了 职业是程序员 并且体型匀称的概率 这容易会有错误 有几个答案 哎 有七分之一了 对吧 还有什么别的答案吗 还有别的答案吗 还有三分之一对吧 我已经提到答案了 好 那也说这里有这两种情况 对吧 好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两个答案都是错的 错的 对吧 先不看对吧 我们先就直接告诉你答案 就是错的 我们先来看第三个问题 对吧 第三个 在女生喜欢的条件下 注意了 是在女生喜欢的条件下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这个条件下 职业是程序员的概率 想什么答案就说对吧 有二分之一对吧 还有什么 好 好 那没有别的 那么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那这个答案考虑角度 你可以就这样去考虑 对吧 女生喜欢有几个 四个里面 对吧 我在这个四个里面呢 这样一个 找到我这里面喜欢有多少个 程序员有多少个 是不是有两个啊 那么你的这样一个 结果是不是二分之一啊 四分之二 对吧 我们最后的结果应该是 四分之二 等于二分之一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在女生喜欢的条件下 你的职业是产品 体重是超重的概率 是多少 别说是一个条件 然后呢 你的条件 呃 一个条件 两个这样的一个因素 对吧 结果多少 你想想这种零 是不是有这样的 零的可能性 三四分之二 乘以四分之零 这不就是零了吗 好 四分之二 乘以四分之一 对吧 乘以一个 四分之 对吧 这个是这个结果 对吧 好 那我们先不管 对吧 这些球呢 其实并不说 直观的说 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球概率这个东西呢 是有特定的公式 去代入的 这里面你只要 我这里说一下 你只要记住这一点 那有一些基本的东西 你记住就行了 对吧 没必要去深入的 去了解说 怎么去计算 怎么去推倒 这个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两个概念 是什么呢 条件概率和联合概率 啊 联合概率条件概率 那么联合概率是什么 包含多个条件 且所有条件 同时成立的概率 我们来看一下 记做什么呢 我们把概率 啊 概率就叫probability 对吧 记做p啊 记做p p什么呢 你的这个 所有条件 比如说有两个条件 papb 是不是有两个条件 同时成立 那你记做pab 好 那他有个特点 等一下我们会说 这个特点成立的条件啊 我们先不管 对吧 这个特点成立条件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想我们哪一个问题是这种联合的概率 第二个问题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怎么求啊 p 对吧 p什么 程序员的概率 程序员 然后呢 云称 对吧 云称 哎 云称 等于 记住了 我们等于多少 程序员概率是多少 七分之三 七分之三 乘以 七分之四 七分之四 那最后结果的 四十九分之十 对吧 这个才是真正最后的答案 好 那先不管 对吧 再来看第二个 条件概率 那么条件概率就是在某一个事件 b已经发生的条件下 对吧 假如说这个女生已经喜欢你了 对吧 已经喜欢你了 那你的职业是程序员 或者说你职业是这个什么 或者你的这个体重对吧 他的一个发生概率 记作p 在b的条件下 a的概率 这是他的写法 这是概率的写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特性是什么 pb 在这个条件下里面两个概率 等于什么 pb的条件下 a1 pb的条件下乘以a2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好 那我们再拿这个计算是不是简单了 拿这个再去计算一遍 这是我们的条件概率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件概率 怎么求 等于多少 p 然后呢 在我们的喜欢的条件下 对吧 喜欢 一般中间我们用一个树干写 隔开 喜欢的条件下 产品 然后呢 操纵啊 操纵 体型操纵 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p 喜欢 然后干嘛 产品 然后呢 呃 乘以对吧 乘以 喜欢 操纵 这个就简单了吧 在喜欢的条件下 你的产品的概率速度 操纵 好 点多少 2分1 对吧 这是2分1 喜欢的条件下产品 一个两个对吧 然后操纵呢 四分之一 乘以 哎 四分之一 哎 这个就刚才同学也回答正确 对吧 等于多少 八分之一 那你说最终我们这个啊 这个结果呢 就是八分之一啊 所以 并不是说你直接完整 去理解 对吧 这么求 对吧 你理解错了 你只要 如果说数据是1000万个样本 难道你要去数吗 对吧 你肯定说 计算一下这三个次数 对吧 计算他告诉你多少次 你就根据这个计算就行吧 对吧 不可能说我 这里面还一个一个的去数这个结果 好 那么 但是 这种条件 就是说我们这 既然这样去计算 他有个成立的条件 是什么呢 相互独立 这个东西 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相互独立呢 也就是说 我这两个特征之间 注意啊 这两个特征之间 不是互相影响 你的职业跟你的体型 不是影响的 就是说我职业就是职业 体重就是这些 不是会是互相影响 比如说你是程序员 你就80%的概率都是超重 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条件呢 可以当作成独立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班上 程序员有多少个体重重呢 所以不是一个必然关系吧 对吧 他们两个是不是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东西称之为什么 条件独立 如果说你再来个条件 对吧 来个条件 这个什么条件呢 比如说这个不断练 对吧 不断练 不断练是不是有可能 不断练也不合适 对吧 不断练 或者说不断练 你也经常吃零食 那有可能你体重是不是就超啊 那你跟你这个体重是不是就有一个关系吧 那这些有关系 你就不能用我们刚才计算的公式去做了 那我们这里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所有特征之间是条件独立的 之间是条件独立的 那有同学疑问了 如果不独立的这种情况 我该怎么去求这个概率 这个我们后面会说的 这个我们在自然语言处理 在自然语言处理部分 会说这种不独立的一个情况 能理解吗 不独立的情况 所以你现在只要记住 独立和不独立的关系就行了 最后来我们讲不独立 那我怎么去求呢 是不是有关系吧 那既然他之间两两之间都有关系 那我就要通过 还得计算他们两之间 跟关系的一个概率啊 所以这个到时候再说 对吧 我们现在只考虑条件独立 这样一个条件 好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对吧 我们就了解了什么叫联合概率 是不是同时的条件满足的一个概率吧 什么是条件概率 就是你在某个条件下 你某个事情发生了一个概率 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联合概率 和条件概率 注意了 你在我们这里用的就是条件独立结果 所以我们朴素贝耶斯 他就是这种条件独立结果 朴素贝耶斯对吧 我们算法就叫朴素贝耶斯吧 贝耶斯 那么他你使用他这个算法的前提是什么 你这些特征要独立 如果特征不独立 你可以用 但是效果好不好 不好 因为他有影响 所以这里面也就是限定了他的一个使用场景了吧 是不是限定了他使用场景 好 那这就是朴素贝耶斯 那有的时候呢 这个面试底下有的时候说这个朴素对吧 这个朴素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条件独立的意思 这个地方要知道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 怎么去求这个东西对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说朴素贝耶斯最常用在文档分类 其他的也可以 我们先以文档分类去记录 文档分类是什么意思 P 好 文档分类相当于是条件是给你一个文档啊 是不是给你一个文档的条件下 给你一个文档 是不是为相当于是个条件概率吧 给你一个文档的条件下 你求这个文档所属于什么 某个类别 比如说科技的类别 你是不是也要求属于 这个比如说娱乐的类别 是不是要求出这两个的概率大小 然后再干嘛 比较大小是不是就 哪个大 我就把这个文档归为这个类别吧 是不是现在你的问题是不是就这个 当然你给了其他的也一样 你给了这些特征的条件下 求出他属于某个类别概率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也说刚才我们这里的例子对吧 你给了这些特征的条件下 求出他属于某个类别的概率啊 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给文档意味着给什么呀 给你的文档相当于意味着给什么 给文档 这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词吧 你这篇文章里面文档一 你就词一 词二 词三 词三 是不是就是一个个的词吧 是不是就相当于给了这么多条件 这些词的条件下 诶 是不是就跟我们前面联系起来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哪些词对吧 这个出现词是多 或者说哪些词怎么样 是不是就影响你的属于科技的一个概率啊 是不是会影响的啊 这点要联系的啊 假如说文档二 对吧 你给的是词一 词一 假如说他也出现了词一 对吧 所以词二 然后呢出现了词三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给了文档二 也给了这些词 诶 他属于这两个类别概率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我这个文档有哪些反应主题的词给你了 对吧 或者说一些中性的词给你了 你属于科技 属于于他的概率 能理解吧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文档 就可以替换成什么 一个个词吧 词一 词 词二 词二 词三 好 比如说还有其他词对吧 我们先以这个重要词先举例子 然后呢 这里也是来几个词 比如词A啊 词A 然后呢 这两边文章的词不一样 词B 好 假如这这么多 是不是相当于你要求的是这个东西 那这里面这个东西怎么求啊 哎 跟我们刚才讲的条件概率不一样吧 你的条件概率是什么 是只有一个条件下多个结果吧 你现在是什么 多个条件 只有一个类别的 所以这个地方求的角度也不一样了 啊 记住啊 看到这里 那这个地方你要去求这个东西就要用到一个公式叫贝耶斯公式 那这个贝耶斯公式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你掌握贝耶斯的算法 或者说 你要了解这个贝耶斯这个公式的必须记住 能记住啊 他在面试的时候问你这个贝耶斯公式对吧 你怎么去求的 或者说这贝耶斯里面有哪些参数 你必须得理解 那贝耶斯公式我们来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先不看这每个部分啊 来看一下 是不是你相当于是从W W呢 我们这里说了 等下再说 你要求这个东西 是不是 哎 他分成了这三个部分去求吧 是不是要求这个 是不是要求这个 还要求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就求这三部分 好 那我们接着先来看一下简单的一些介绍啊 W就为给定文档的特征值 注意了 这里面有什么评数统计啊 就是你这预测文档提供 这里面呢给了一个文档 给了一个文档 相当于给了一些词 那W就表示词 然后呢 C文为这个文档的类别 比如C有文档1 文档3 是不是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的PWC 是不是就像你在类别的条件下 这每一个词的一个概率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会不会求啊 我们先不管怎么求 是不是就是PC条件下 W1乘以PC条件下 W2乘以PC条件下 W3 跟我们刚才讲的条件概率 是不是一样的 是吧 好 那PC的概率 等一下我们再讲怎么求 对吧 也是可以求 PW也是可以求 那我们这个公式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 给了某些词 我要求某个东西的一个类别概率吧 好 那接着 我们就去看 某一部分怎么去求吧 我们要求这个 是不是你要求这个东西 我们这就不用管了 目的要求这个 那这个地方求其实很简单 比方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要求出 我把这个删掉啊 你要求出按这个球 然后呢按这个球 好记住了 你要求他 是不是等于要求P 然后呢 你是在科技的那边概率下 对吧 条件下 科技的条件下 F1 比如说我们就以F1 F2 F3 这样的一个概率吧 然后乘以P科技吧 这些其实求起来都比较简单了 P科技 然后再除一个PW PW PW是什么 是不是你给定这个文档的词啊 词的概率 对吧 PW 等下我们会说这个其实可以忽略的 PW 这个达表啊 注意啊 就是词一词二词三 那你解决吧 好 那我们要求娱乐是不是也依然的 求娱乐 P 也是 比如说也是F1 F2 给了F1 F2 F3 这个词 然后呢 你是在娱乐的条件下 对吧 然后你要去求P 娱乐的概率 然后呢 除以这两个结果 除以PW 对吧 这个W就F1 F2 F3 就是词一词二词三 好 这个注意了 这个给定的这个文章 这里我们只考虑一个文章 那你说说 那你是不是求这个文章 属于他的概率 这个文章属于他的概率吧 是不是 这个给的词是一样的吧 给的词都是一样的 前提条件是不是一样的 一篇文章 对一篇文章来讲是不是一样的 好 那这篇文章 我们给的这些 是不是要求这每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公布部分 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部分 是不是一样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先忽略 比较这两个大小 是不是就行了 哎 我们先就考虑这两个东西 我们先不用考虑这怎么求了 那这两个东西求就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求这每一部分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我们先看怎么求 然后我们会给一个例子去计算 公式分为三部分 对吧 三部分 第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PC的概率 看一下PC概率是什么 是某个类别这个文档的概率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的文档类别的数量 除以做文档数 是不是就能求出来 这能不能得出来 能吧 第二个P就在这个科技类别下 你的某些词的一些概率吧 好 那给定类别下特征的一些概率是什么 看一下FC FPC的条件下 F1的概率 等于多少 等于NI除以N NI是什么 是你F1这个词 在C类别 就是在科技类别下 所有文档中出现了词的次 出现这个词的次数 能不能同计 能吧 也就是说科技类别下 你F1词出现了多少次 能不能同计 因为有很多文档吧 科技类别是不是有很多文章 N是什么呢 是科技类别下 所有词的出现词 是不是你所有词的出现词 多少次 是不是都给同计 好 现在我们就知道 这每一部分怎么去求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代入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来新建一个 好 那首先我们不说怎么求啊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点 训练级当中统计结果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要预测一篇文档 你有一篇预测文档 对吧 预测文档 预测文档 那你预测文档 要去求这个预测文档 所属于哪一个类别 你是不是应该要根据训练级 一些统计结果去求吧 所以我们的训练级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训练级 所有的文档吧 训练级很多的文档 你要总结出训练级当中 这些文档的这些值或者这些规律 然后假如说这篇预测文档 出现了某些词 出现了四个词 五个词 六个词 然后这些词 去计算它的一个概率 是不是你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所以我们的训练级 注意了 我们的文档在进行特征工程处理的时候 图理成什么东西了 我们用TFIDF统计成什么了 是不是每篇文档的每个词的一个重要性 那注意了 它是不是会得出一个词的列表 我们讲过吧 这个列表是什么 是不是所有文档的这些不同的词 进行进一个列表吧 这样你还知道吧 TFIDF统计列表 然后针对每篇文章 是不是对这个词的列表 去做一个重要性的一个统计 这个是前面讲过的 你再回去看一下 那统计好之后 我在训练当中 我可以选出每篇文章当中重要性 请三个 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词 比较重要的词来进行统计 可不可以 比如说在第一篇文章当中 注意训练集啊 第一篇文章当中 有前前四个重要的词 我拿出来 然后后几篇文章中 每篇文章我都拿几个 是不是最后你可以组成一个 新的词的列表 但是这个词 是不是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吧 能理解吧 可以拿一些重要的词 这下我就可以拿出 比方说我们在训练集团中 拿出了这几个重要的词 这几个重要的词 就是通过每篇文章当中的重要性统计出来的 能理解吗 可以排个序吧 你可以对重要性排个序 然后统计出来 商场 影院支付宝 那要注意了 这是什么 是训练集当中统计出来的这词吧 不是预测文章 跟你预测当然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对吧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现在假如说有90篇 训练文章 30篇是科技类别 60篇是娱乐类别 但你也可以加其他类别 对吧 好 现在30篇里面 科技类别里面 出现了商场 一共出现了9次 在科技类别下面 影院出现了8次 然后在科技类别下 支付宝一共出现了20次 是不是所有的 这个支付宝 在所有的这些30篇里面 出现了次数吧 然后云计算 在科技里面出现了100次 也就是说这个类别里面 很多文章里面也出现了这些次吧 好 那么接下来看娱乐有60篇 60篇里面商场出现51 是不是比较多一点吧 影院56次 然后呢 支付宝5015次 也就是说每篇文章里面的次数啊 每一个词的次数 好 云计算出现了几次 这个统计一下 科技里面这些词一共多少次啊 把这个求和100次 娱乐里面出现词多少 127次 那我们举个例子 对吧 比方说我们去看某个具体的一个新闻 对吧 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腾讯 对吧 比如说就腾讯新闻 你相当于是 找到这里面的这些新闻出现的这里面的一些词吧 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 他统计是不是里面有一些词吧 哎 这里面有很多词啊 当然我就不去立即了 有很多词 那你是不是要分词之后 每一个词 是不是都有一个 你可以针对这个词 这篇文章里面每一次的重要性 当然这个词的列表 是不是所有的文章吗 好 我是不是从中选出一个 比如说这个讲的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重要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重要的 这个也重要 对吧 这个也重要 这个重要 那是不是每些词 我可以每篇文章抽出一些重要的词出来吧 对不对 好 同样的 那么多篇文章 我可以冲出一些公共的词 公共词 那么接下来 哎 我们要干什么事情呢 现在就来了一个预测文章 这篇预测文章 我们要干嘛 就说这篇预测文章 出现了哪些词吧 假如说他出现了影院支付宝 银居上 注意了 他如果说出现了别的词 是不是有可能 会吧 是不是会出这些词 但是那些词重不重要 不重要 我们是不是不去重点统计吧 好 这些词是不是正好反映了你这些文本的主题 对吧 哎 我找出了这些重要词 好 那我就可以 条件是什么 出现了哪些影院支付宝 这篇预测文章 出现了影院支付宝 银居上 出现了这次 是不是没有出现商场吧 对吧 别说我出现了影院支付宝 银居计算 比如说他还出现了因为所以 哦 这些词有没有统计啊 我就用经济统计 对吧 好 那我所属于一个 哎 科技的例别 是不是要求这个东西就行了吗 然后 再求什么 哎 你所属于 娱乐的概率 娱乐 好 那我要求这个所属概率 是不是根据刚才去求就行了 好吧 好 那我们写一下 是不是你要求娱乐的条件下 娱乐的条件下 你的影院的词对吧 影院的词 我们写一句 支付宝的词 云计算的概率乘以 云计算啊 云计算 乘以什么 我们后面那个就不求了 对吧 直接求科技吧 好 这个是科技啊 写错了 科技 科技 好 是不是就要求这个东西 在手就行了吗 好 我再来一个 这里再来一个 等于这个 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娱乐 娱乐 好 那也说分别求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按这个公式去求了 直接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科技条件下 影院的概率 科技条件下 乘以科技 支付宝的概率 可以乘以科技 云计算的概率 这分成三部分 我们来看这三部分怎么求的 好 看一下 这个三部分怎么求 你这个类别下这个词的概率是什么 你这个词在这个类别出现了多少次吧 然后除以这个类别下 所有的这些词的次数吧 那么你看一下 科技条件下 影院出现了多少次 科技出现了八次 好 我们用个括号 八次 除以你这里面所有词的次数多少 一百 好 接下来 乘以 支付宝 呃 影院影院是八次 支付宝 二十对吧 除以多少 你支付宝 这一个除以一百 然后还是一样 乘以 影院计算 在你科技条件处列多少次 六十三次 六十三 除以多少 一百 还是一样的 最后来个科技的概率 科技概率是多少 是你文档数量吧 文档数量比 三十除以 九十吧 一共九十边 对吧 我科技有六十三十边 就三十除以九十 这个能不能求出来 可以吧 那我就不求了 对吧 你可以用计算器去求 比如说他求的这个结果 结果是这个啊 一般这个概率都是比较小的 因为他这个数字呢 都比较小 好 比如说这个值 好 比如说这个值 那么接下来 哎 我们接下来要求第二个了吧 要比较一下 对吧 第二个怎么求啊 还是一样的 娱乐条件下 以愿 看下多少 这样多少 五十六 对吧 五十六除以多少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一 然后乘以 娱乐支付宝多少 十五 十五除以 一百二十一 接下来还有一个 哎 零 这里来了一个零 就是你的问题 对吧 零 然后乘以 娱乐 那么这个值 我是不是就可以出来 娱乐是 哎 六十除以九十吧 六十除以九十 好 那这个结果 我们肯定是为零了吧 好 那先不考虑这个零 合不合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概率是比较大 那最终我把这个文 预设文档 划成 划分成哪一个类别 哎 科技这个类别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普苏贝斯 再去 进行文档分类的时候 就这样去做 其实就是相当于 给定了哪些条件 对吧 你去求 在这个条件下 我的概率是多少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思考问题 刚才给出这个结果 你数某个类别的为零 合不合适 是不太合适 比如说我现在有十个类别 你求出某一个类别 是0.7 0.1 或者0.2 然后其他的类别 所谓的概率都是为零 那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肯定不合理 你总不能说 他既然 属于娱乐 概率为零 但是他也出现了一些词吧 是不是有一些 也反映了娱乐的概率啊 就是影院也反映了 你总不能说 他属于他的概率为零吗 能这样去做吗 哎 不能 所以 我们要去 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一个系数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称之为 拉普拉斯平华 对吧 这个名字呢 就叫做这个东西 对吧 虽然听上去非常的高大上 但是呢 我们的结果是非常简单 看一下 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就加一个 拉普拉斯平华系数 这个系数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某个条件下 你求这个单词的概率时候 我们是不是 Ni除以N啊 刚才是这样求的吧 他加了一个alpha 然后在下面出一个alpha乘以m alpha一般是指定的系数 叫什么 1 m是你训练文章中出现了 这个统计出的特征词的个数 比如说我训练出现有哪些词啊 我统计这四个词吧 但你可以统计100个词 1000个词都可以 好 那也说 在求这个时候 是不是加一个alpha 加一个alpha乘以m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先看娱乐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里加一个什么 加个1吧 是不是Ni加1 然后再加个1乘以m m是你读多少个词吧 你训练文档中的一共统计了四个词 好 这里也是加1 这里加多少 1乘以4吧 加1乘以4 这里也是加1 所以这里也是1乘以4 那我会发现这个结果结果是不是不会变成0了吧 你所有的数据都不会是0除以任何数了 都是加一个数 那比如说这个值变成了0.002 0.01 但是你这里要变 这里是不是也要变啊 同意 这也要加1 这里加1乘以4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好 那这样求出来 这个概率肯定也不是这个0.04了 同样 他这个即使这样去加的话 肯定是这个概率比较大的 能理解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每一个这边文章 所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 是不是都不为0了 这样的话就over了 就结束了 那我只概率求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把API介绍一下 我们普速VS呢 就在NaverBase里面 叫MultinormalNB 叫MultinormalNB 这里面呢 Multinormal呢 或者NB呢 NB就叫做NaverBase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里面有个参数叫什么呢 Alpha 这个Alpha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拉克拉斯平滑系数 它目的是解决什么 防止分类的时候 你类别概率为什么 0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用途 对吧 好 那我们上午先讲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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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